無酒貨車是一種風格 不代表它是飛仔 它是爛仔 是由我十多年前認識它 它要完成的一個夢想 700萬種生活 我的生活是堅持我的貨車之路 70年代一套電影卡車野狼風魔日本 貨車硬汗帶起了Decor Tora步走貨車文化 電道 燈箱 浮世繪可以說是步走貨車最大的特徵 而家豪這輛穩食車就還原了Decor Tora的腎水 可惜香港不和日本 對於改裝貨車有嚴格限制 所以家豪經常培復於裝完又差 拆完又裝的循環 跌了就跌冷了 賣過 螺絲啊 一個多兩個小時 快的話就 你有沒有想過這麼麻煩 不如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有的 經常都有想的 但為何最後都會這樣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想再裝裝塗塗塗很累 你記不記得你這輛車 第一個加進去的配件是什麼 車尾 車尾的尾燈 內籠 慢慢組裝 日本最早的步走貨車來自水產運輸 因為長期出入海邊 為了減低海風鹽份侵蝕 都會加裝電盜或是搏鋁板去覆蓋 發展成步走貨車會電盜 車頭會有頂檔 上面再有燒豬盤 車頂或側邊兩條梯再加燈箱 正值是司機的家豪貨車不只是他的賺食家餐 還是他花了四年時間的心血 用了差不多二十萬改裝 整部車過二百盞燈 逐盞逐盞自己薄線裝上車 配件全部都是日本必回來 看見有些車或行人 經過這部車都會看見 其實多不多的呢 可能在紅燈時有人會看著你 都很多的 好像旁邊會有司機給手指攻地 有的 這些都會有的 在前面有一個 還有手指指 步走貨車雖然野性奔放有高調 但原來坐在裡面的是一個害羞的大叔 在他的IG 這位步走大叔是一個會分享感情語錄 多仇善感的人 所以別人看你的車很開心 但看到你就可能有點叉醜 是啊 我會避一避 但通常人都會看他駕駛席 如果看到車這樣的話 我會遮一遮 所以前面的就是遮一遮的 少許 職業司機在車上的時間 比留在家裡長 所以步走貨車另一個重點 就是屋仔裡面的駕駛席 日本很多都是拆掉 然後自己鬥木 內容那些都是 都是自己拆砌 拆完之後包布 頂部是自己拆完原裝的 然後再慢慢量度位滑桃 這是什麼機關 這是一張床 初初做凌晨的時候 做完之後刻一刻 三點多鐘到七點多 刻一會就到第二份 一個多鐘 很長 沒辦法 做事做到那麼長 因為除了要養車 還要養女 女兒的照片 為什麼會黏在這裡 不是 這麼多時間陪到她 就能夠貼在車上看到 細心這方面 應該對女兒就差一點 可能就 沒那麼好耐性 駕駛車不會反抗你 不會拼罪 因為小朋友會拼罪 會拼罪 會拼罪 會的 都蠻拼罪 雖然這麼說 但其實兩父女感情很好 不過有沒有發現 那麼多張出去玩的照片 都沒有嘉豪在這裡 因為她是開機拍照的 所以就沒有入鏡 嘉豪他們是單身家庭 所以出去玩的時候 通常只有他們兩個 而嘉豪小時候 剛好都是由開貨車的爸爸 一手抽帶 我小時候經常會刺錯她的車 對貨車會喜歡多於私家車 都覺得她很有型 開貨車之所以有型 可能是因為一手抽帶她們的爸爸有型 對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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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走貨車最吸引人視線的 就是燈箱和車斗上面的和風畫 大風就是香港少有專門設計 暴走貨車拉花和登箱的職人 對貨車 對貨車 那你們小時候 你看到那些卡通片 都是冷靜裔的 對貨車 對貨車 你一定喜歡反派 誰不喜歡反叛的 對貨車 每個人都做過小朋友 你現在還有這種反叛的心嗎 也有的 大過兩個小朋友都會想反叛 希望這句沒有給老婆聽 給我 其實我暴走這個也是一個態度 很反叛 很踩架 你好像家豪 不怕被人抓的情況下 他都是在挑戰的 我們是網友 沒錯 我們網友是 我們是網友情願 因為貨車我們認識 因為我們喜歡同一樣東西 認識了十多年 通常在貨車上的部份 會有甚麼花款 傳統一點的 類似佛世繪的風格 他們很喜歡的字 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們的字通常是有意思的 好像這些也是草圖 這個純粹是 它是一間 賣魚 魚 聽他們說 哥哥真的會出海拿魚回來 這些順風滿飯 那些真是順順利利 頓龜 是很慢的龜 但又很急 哈哈哈哈 就是這些 那些 那些貨車一定要有些女女 真的 每個人都想要女生 說真的 男人是喜歡女生 都是那句 真的去面對這件事 是天性 我覺得很正常 專門設計步走貨車拉花的大風 還會跟不少車組做設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街 見過貼著這些貼紙的車 原來貼著這些名字 就是加入了車會的標誌 鬼谷組有五十幾部車都算是大的車組 成員每年元旦都會收拾好部車出來遊車學 這部是組長的愛車 除了浮誇的日系風格 還有這種純色電道風格 加號應用 那是港美步走貨車 不過今次拍攝了幾個月都約不到車序 是因為成員不敢太過公開 怕影響賺食 會改車的人都覺得香港是有很多的限制和風險 都是叫一個同好會 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嗜好 一起去可以溝通 譬如可以問問你去哪裡製車 或者他們會有些工作上的交流 可能你有沒有空幫我載這單 這個是不是最麻煩的步驟 其實不是 各位才是最麻煩的 可以錯 這些已經是收斑硬件工夫 這些已經是最簡單的 以前你沒有家庭 你沒有小朋友 自然可以多很多私人時間 但是現在你長大了 你要顧著家裡 那就沒辦法 還是要玩笑一點 偶爾過來 他都會跟我說一句話 就是 我走了 我回去陪陪女兒 在家豪步步走貨車最多眼的位置 湯圓河翼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河翼是日文搬運物流的意思 而湯圓就是女女的花名了 她如果出街上坐這輛車的話 就會開心 坐在旁邊假裝駕駛車 那隻手 現在女兒就差不多六歲 她開始長大 想陪她多一點 要不然將來長大一點 就不像 你認識了台灣那邊的寶酒族 他們一群人穿這些 在街上有活動的 你有沒有造勢 這件衣服都是 我可以套下就套給你看 怎麼會不對呢 很帥啊 Dexelty就是這樣 zweiten 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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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排 三排 四排 三排 感谢观看